同学们,又是一个很愉快的中三的晚上,又到了这个大聊时刻作业点评课,我仍然也没有说到同学们的作业,能听到我刚说什么? 这就是美妆天天恋的第五节的作业点评课,我是菲战老师。 最近呢,咱们这个课程是那么有点杂势的,有这个佛兰加配课,还有一些这个复杂的这个,复杂的整体装容设计啊,可能同学们呢,不太方便去画这个作业啊,老师也可以理解。 今天给你们聊点别的吧,昨天呢,讲了上次作业点评,给你们讲了一些混分的知识,今天呢,给你们讲一讲你们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可笑的发生。 什么叫特效化妆呢?咱们很多的这个电影、电视剧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个特效化妆,老师今天嘴不太好。 这个特效化妆的网,像西游记,最早的,就是西游记里面的,欢迎摊染症床上一天的宋斯诺同学。 这个西游记里面的金角、银角、银角、鼻子都是属于这个特效化妆里面的, 它就是那种立体的,是通过导膜技术啊,去完成的。 咱们今天呢,就学一些,稍微简直一点的特效化妆,可以比较实用,请假,小到请假。 但是同学们,以后可能会跟一些电影、电视剧啊,你们可能会用到的这种特效化妆的小技术。 咱们这个,美妆天天的最后一堂课,会有一节课,一整节课,给同学们介绍的这个特效化妆, 那个就会深入一些。 那今天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放松一下,学习一下简单的特效化妆。 首先,你们认识一下这个特效化妆会用到的工具。 声音有点杂了,真的吗? 这样行吗? 送私问的同学,可以吗? 声音有点杂了是吗?为啥呀? 可能是话筒的问题啊,今天换了一个直播间,我今天是在手绘老师的直播间。 看一下人家工具啊,有彩的,就认识了,有彩的。 好了,可以,这个是人体彩绘专用的油彩。 你会说很有彩的,你会说它有半米的距离,可能是这屋面不太好吧。 能听,要不我小点声音,我这样行吗? 我这样说话,你听着可以吗? 这样行吗? 喂? 这个油彩,这个油彩是可以画到脸上的,这样可以啊,那是我声音太大了。 我上次讲课,隔壁的老师在讲油画课,然后听油画课的同学,他就是在评论上说已经听完了美妆课。 他在我隔壁的隔壁,他都能听到我说话,我声音太大了。 同学们不要学习了,我是这么不淑女。 然后我说这个是雪浆啊,雪浆有干雪浆和湿雪浆。 看一下,干雪浆是相对而言的,干雪浆也不是那种结浆的那种啊,它是这样的,比较粘稠的。 看一下。 看一下。 很粘啊,我都扭不开了。 啊,这种雪浆很粘。 啊,这种我们可以画那种抓伤啊,以及这个高手伤的那种状态,可以用这个。 然后这个湿雪浆啊,咱们在电视里面看到那种口吐鲜血,还有重腔满头都是血,就像水一样的啊,这样的雪浆。 啊,像水一样。 咱们这个呢,可以用棉棒蘸取。 然后还有含在嘴里那种啊,就是可食用的。 啊,这个,这个是不是可食用的? 有可食用的,一般是用蜂蜜啊,加色素去做,去调制的。 然后这种雪浆呢,咱们可以用棉棒去蘸取少许的,也可以放在那种透明的灾囊里面啊,直接含到嘴里,到了动情时刻,直接咬破啊,就可以口吐鲜血了。 然后这个是白乳胶,看一下,这个白乳胶跟普通的那个白乳胶不同啊,普通的,发口的用到白乳胶,这个白乳胶呢,很大的臭味。 啊,就是臭的白乳胶。 那么我手上真臭,这种白乳胶,咱们带什么用呢? 啊,在那种,嗯,炸伤中呀,受伤中,那个手上会起皮,啊,那起完皮之后,再上上,这个雪浆的颜色,就会很逼真了啊,会用到这个大眼海绵,啊,很大的眼,啊,大眼海绵,可以用这个,把它们晕染开。 跟咱们的美妆蛋是一样的道理啊,但是美妆蛋,你用来发这个,全都吸到海绵里面去了,所以会用到这样的大眼的,大眼海绵。 好,看一下工具,啊,这是两个,呃,红色和黑色,啊,油彩跟这个一样,啊,就是红色用的,用的次数比较多。 啊,然后这个是,呃,咱们刻画的时候,会用到的这个,小刷子,啊,眉刷跟眉刷一样,啊,但比眉刷刷的软一些。 啊,这个刮刷,啊,刮刷刷是做什么用呢? 刮刷,这个在刷刷的时候,同学们学会刷刷的旁边,应该都认识刮刷刷,啊,刮刷刷,它可以用的条件很好,对不对? 但在咱们特效的化妆当中呢,这个刷刷是用来刷腐蜡的,看看什么是腐蜡,咱们看的那些,头上有枪痒,有子弹穿过那种特效,啊,都是用这种腐蜡去做的,这个有点黏,啊,这种按钮是不黏的,把它挑出来之后呢,是有点黏的,咱们可以用它做一些突起的特效,啊,用这个刷刷去挖取适量的,啊,这是上次团了一个,那种肉,肉流。 啊,这个是用来刷,这个用的,啊,这个风景呢,当然不可能是在下面,呃,暴露着,啊,一定要用这种,啊,雪浆,啊,覆盖在上面。 然后眼影,眼影呢,我是没有准备太齐全的,这个哑光的眼影盘,啊,有一些珠光的,一般这个珠光星是错误的,啊,我这样是错的,要用这个哑光的才行,呦,这个镜子反射过我的脸,吓死我了。 好,咱们,今天就是这些工具,啊,我还请了一个,啊,手膜,看一下,啊,因为我不能用我自己的大胖手,啊,咱们用这个模特的手,再蹭你身上,啊,还有这个,啊,这个是线装用的,线装油,啊,是用线油彩,以及这些,呃,乱七八糟的东西的。 看下这个手,啊,咱们要画断纸,啊,断纸,啊,肯定不可能,啊,他画这个手割断之后再去弄,啊,一定是借位,啊,把这个手把它全起来,啊,这样看,是不是就是断纸,啊,咱们再在这里,啊,去进行做一些特效,啊,像我找了一个瘦手,你看我这个泡手弄上去,不好看。 好,首先我们来给他打一个底色,啊,底色呢,其实应该是用紫色,啊,绿色,红色,这种的亚光眼影盘,他用这样的亚光眼影盘去给他上个底,但是今天老师的亚光只有这一个大红色,啊,所以先用这个大红色,然后我们再加一些油彩,绿色和紫色,我先用一点珠光的,给同学们看看效果是什么样,是不是就发亮了,啊,跟上面的眼睛上是一样的, 它是泡光的,啊,泡光真的不像伤口了,啊,虽然有这个紫色和青色的颜色,啊,同学们,如果是有亚光的眼影盘的话,啊,就可以啊,直接用手去占取一些,啊,做一个淤青的特效,啊,这样只是发红,老师这个青色和紫色只有珠光呢,所以不太逼真,啊,是不是,咱们做那个枪眼的话, 一定要,不要让它泡光,它才打一个底,它底的颜色呢,咱们不要选择太鲜艳的红色,可以用这个,棕色和红色稍微调一下, 打一个底,啊,然后就是用肤辣, 呀,这么黏啊, 团起来, 抬一抬一抬胳膊, 放在这里,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很老鲜粉,像一个刚吐掉的口香糖, 把它的四周搭平,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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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方法是很黏的 它这样就装上了 装上之后呢 它掉不了 咱们要做那种枪眼的话 要把中间给掏空 做断手指也是一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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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用这个花刀挑出来一点这种皮开肉这样的感觉 好 最后再用这个液体的 我测一下 放到低下来 好 不 好 好 谢谢 这个像是那种 炸伤 或者是子弹孔 但是这个做的比较小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白乳胶怎么用 我先涂上它 这个有点臭 真难闻 我让它干一干 我们这个可以大面积的去使用 今天先弄这么一点 让它干一点 因为很臭 把这个手拳起来 好了 我们这个 让这个白乳胶干的时间 可以去做这个手上 手上的这个断指 也是用酥辣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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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太动情了 好像把她包住 对比你的手白 不过没关系 一会我们还要上颜色 你把这个伸出来 好像这样看 我把它弄得乱一些 方便上颜色 好像我声音小 也可以听得到啊 我还以为 得我大声地喊 才行 我在磕她的手 疼不疼 中文字幕志愿者 弄为数 好 然后上颜色 好跟步骤都一样 步骤都一样 你这得是炸掉包 去炸掉包 这样就挺恶心的了 加了一点它的对比色 加了一点它的补色 绿 这样调整颜色更深一些 可能这点是没有的 好图完颜色 我们再用刮刀挑出来一些 这种白色的肉 白色的皮开肉绽 真恶心 好 然后来上雪椒 看一下这个是很黏的 我们刷一刷这个椒 这个椒还没有干 真是又臭又干的慢 没事我们等一等 好 跟刚才步骤一样 我们还是先上这个 稍微湿一点的血浆 最后呢 再上这个液体的血浆 它这个血应该不会很多 因为它都是往下流的 上面的不会很多 说的像我断过树枝一样 说的像我断过树枝一样 好什么 对好像一个火腿 再用这个 血浆滴出来一点 好 我说回刚才那句话 我说教育的东西怎么去请假 你们可不能这么去请假呀 太恶心了 这样一起来老师一看就看出来了 因为手在下面拳着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手伸直什么样 好 也很恶心啊 像是被受伤一样 血太红了 这是在化妆吗 哎 这位同学 你不是我们美妆课的学生吗 好 我们再来上这个特色的化妆课 啊 特色的课是在我们后面 我们这节课呢 就是带同学们 简单认识一下这个特色化妆 比较简单一些的 这位同学不是我们这个 美妆天天练群里的同学吗 啊 这个教育刚刚差不多了 我们开始用它挑破 太不尖了 机智的我把这个掰断 这个表情 没关系 把它挑破 咱们用瓶 咱们换上的那个 双眼皮胶 咋肩膀胶 也能涂 也能挑 咱们平时用双面胶的时候也可以 搓出来皮啊 能搓出来皮就行 疼不疼 不疼就行 对因为这不是你的肉 模特老师说汗毛有点疼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特色化妆 特色化妆 给朋友们简单认识一下 简单认识一下这种特色化妆是怎么做的 这种假血浆啊 怎么用它 你们都是我们群里面潜水的同学吗 他这个挑的不是很好 挑开了一个 皮开肉炸 同学们有什么问题 咱们直接课快下课了 哦不行 颜色太 太鲜艳 能不能看出来这种起皮的感觉 不小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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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